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先说说音箱的品牌 派阳 相信10年以上的发烧友可能都知道 这个牌子一直屈居于国内的一些相对小众的市场 为什么呢 首先它价格便宜 第二个呢 它有一些基础类的产品 这个基础类产品呢 也就是说我们入门的 比如说2000块钱以内 或者是甚至于说几百块钱的音箱 让大家学习一下发烧音响的入门的知识 听一听音乐什么的 但是这对P6呢 应该是它的次旗舰 它的旗舰应该是一万多的一套 我听过了 这个应该是排在第二 甚至第三的这么一个地位 在它的系列音箱里边 这个箱子我们来看 就是通体木纹色 偏红 它的高度呢 是不到40公分 389公分 厚度是30公分 宽度是20公分 典型的两单元 两分频配比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个单元 这两个单元是什么 为什么说它是次旗舰 用的是微发的旗舰单元 下面是微发的木纤维盆喇叭 上面是微发的高音 重点说说这个木纤维盆喇叭吧 以前我们介绍过单元 很多就是凯弗拉单元的 就防单部单元盆 特点是什么 速度快 冲击领详 比如说听一些大场面 或者是速度特别快的音乐 甚至于说摇滚乐非常占便宜 但是这种什么羊毛盆啊 屁盆啊 然后这个像这种木纤维盆 最大的特点 声音模拟性非常好 你看它的曲线 再加上听它的声音 就是能回归到 那种纯纯的音乐状态 这是它的旗舰喇叭 这个喇叭 我没记错的话 卖1000块钱 就单着买1000 高音喇叭呢500 那么这一个 四只喇叭卖多少钱呢 卖3000块钱 如果您单独买 但是你知道这箱的卖多少钱 这箱的卖3800块钱 所以我认为 至少从成本来看 性价比比较高啊 说完了低音单元 我们现在来说说P6的这个高音单元 高音单元的材质呢 依旧是丝膜的高音单元 当然了 这是微发的一个旗舰型号 整个高音单元的通体 是助力一体制造的 这样呢 承受功率会更大 高频会更细腻 同时它的延展性也会更好 我们在高音单元的外部 看到有两个塑料的杠 这个杠呢 一是美观啊 另外一个可以抗外界冲击力 第三一点 更大程度上 吸收和平滑掉高音的一些毛刺 耻音 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 瑞士高文的一款音箱 叫Micro-Metis这个音箱 这个音箱呢 高音单元用的就是这个 但是要知道这个 高文的这个箱子 也是价值好几万的 所以说在品质上还是有保障的 说说音箱后本双线分音 然后有一个弯曲的导向孔 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声音 这一套组合 还需要重点另外介绍几个产品 世纪格雷的旗舰级播放器 基本上就是国产的旗舰级播放器水平了 它叫9I-AD 乌金版 这个播放器呢 实际上它也带一些蓝牙 带一些蓝光音乐 包括看蓝光碟什么的 功能比较全 但是声音真的是很棒 回头有机会 咱们上耳机系统的时候用这个听 耳机更加坚听 有些细节能够听得更加丰富 再说说重点呢 第二个产品就是 也是派阳他们家的功放 叫A201 这个功放可真的是小钢炮 它不是传说当中的那种数字功放 它里边是完全的功率管 每一个声道都用了三对的这个安森美的功率管 一共12枚功率管 输出功率竟然达到了450瓦 这个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完全就是一个钢炮水准 再加上它里边是一个500瓦大电源 4万微法的大水塘 然后一系列的补品电容 现在一说补品电容都有点 这黑人的意思了 补品电容 如果配比得当 补品电容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配比不得当 白花钱 所以一会儿它的配比得不得当 我们听听声音就知道了 前面板非常的简洁 这个合金的前面板 开关各种切换输入 一会儿我说一下 这各种切换输入里边 AirPass的这个电微器 这个电微器是马达电微器 这个功放就是一直我们推荐的 自带解码器 自带解码器能给您省出很多事 我们针对初手说 比如说我如果这个功放带USB 那我们只是需要准备一台笔记本电脑 即可播放一些数字音乐文件 通过自带的解码器来把声音解出来 然后同轴光纤 我们有老旧的CD机 甚至于说过去的DVD 放入CD盘以后通过同轴线 连接又给您省了一大笔钱 而且声音不差 这个功放还带蓝牙 很少有发烧厂家功放带蓝牙的 现如今基本上都开始在功放上加装蓝牙 因为方便是王道 这个蓝牙用的是高通AP的蓝牙 这个蓝牙清晰度是非常高的 属于无损音乐那种性质的 所以这个切换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输入的切换 以及模拟输入的切换 对不对 我们一会再看看后边 后边就跟他我们说的音箱的端子输出 模拟的两组输入 比如说CD 比如说其他类型 对吧 然后同轴USB光纤蓝牙的天线 齐活 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平时推荐的 省事省钱入门 它卖多少钱呢 卖2800多块钱 那也就是说音箱卖3800多 它卖2800万多 声音怎么样呢 我们来听听吧 欢迎讨论 赞 访路 欢迎讨论 我到你而久 我到你而久 不下有计较 冬季春来时留在 花花正面上 摇身装 胆起航 长连舞 几套浪 跟天芳芒 大拆浪 风雨一箭飘 一箭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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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说是这套系统最适合听的就是古典音乐和弦乐 那种规模感 听堂感 我觉得特别像森海塞尔的580 古典音乐很模拟 然后呢 规模庞大 低频下潜不是那种急速的低频下潜 是一箭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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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弹的质感相当不错 所以拿他听一些包括场面特别激烈的什么德沃夏克的新大陆啊 英雄啊 这一类的 包括连温柔一点的月光啊 莫扎特的巴罗克时期的小资音乐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频端我要说一说中频端非常的饱满 线条感挺强的 听人声 我们跟他听了同利 哎呀 就是听的稍微有点腻了 我认为 因为我还不到专门喜欢听这部同利啊 尤英格这个份上 但是呢 我的很多朋友 包括上了岁数的 也包括专门喜欢听人声的朋友 在这听了就是箱子了 非常喜欢 人声表现力特别丰富 我老说一句话叫做代入感强 叙事感强 这是整个中频的特点 中频呢 属于汤汤汤那种定位特别清晰的 因为他的单元呢 模拟性非常强 我们一听非常舒服 非常耐听 我认为这个箱子呢 可以伴随我们入睡那种 闭着眼睛欣赏音乐 不是那种监听啊 干活啊 甚至于特别激烈那种 还真不是那样 高频端 咱们老说高频端 埋伏点特别好 我开始会担心 因为作为微发的喇叭呢 整个北欧的喇叭 都有一个特点 高频的亮点 非常的清晰 但是呢 你要控制不好 就会钻耳 就会有齿音 就会听着比较烦道 但是好在 他的分辨器调整的相当优秀 他的高频没有打到最高 然后就滚降下来了 这样的特点呢 比如说您听小提琴 古典吉他 胡琴 这一系列的音乐 听的时候 非常的悦耳 你不用潜心去研究 这个高频走多高 然后在哪 小提琴 有炫技 没必要 直接就听 闭脸 就听 听完了以后 整个那套流畅的 这个音乐 音符 直接能打动你 我觉得这一套 是这个样子 所以最后 我总结出啊 整个这套系统 或者是独立这对音箱 您不需要用 非常大推力的 工放去推 这个箱子 不太吃功率 但是你说 它灵敏度高 也不太高 它的灵敏度是在86 但是咱也不能说 真的是一个 这么点的小假的工放 去推的 那您有点对不起 这个箱子的潜力了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您要是喜欢 听那种古典乐 弦乐 叙事性强的音乐 人声 包括蔡琴啊 梁静茹啊 我觉得选的 一点错没有 很模拟 很润声音 第三一点 我总结的 就要说缺点了 如果您要喜欢 听动词大词 喜欢听麦克杰克逊 喜欢听梅梅 这一类的 冲击力比较强的乐曲 我觉得这个箱子 不是特别胜任 因为它的速度 并不是很快 不是那种 让您能听摇滚乐啊 听这种 非常强烈流行音乐的 这个箱子 它就是听一些温柔的音乐 比较释怀的音乐 行了 今天就跟大家 简单的说说这么多吧 希望跟我们深度沟通的朋友 关注一下 屏幕上的微信公众号 就这样再见